大家好,又是我大師 今天我會教你做渤仔糕 看片之前記得要訂閱 還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資訊 做渤仔糕的材料有 76克的珍米粉 6克的燉麵 92毫升的水用來開粉漿 50克燉爛的紅豆 64克的片糖 20克的黑糖 和142毫升的水用來煮溶些糖 這個份量可以做到6隻粄仔糕 尖米粉我是用李祥和的 而黑糖我是用太古的源謝黑糖 紅豆就是用小粒的天津紅豆 它淺色些 和會容易些煮得軟 紅豆要浸過夜 在煮之前換過水 用大火燉到它軟身 每隻粄仔糕都不同 我那些燉了45分鐘 如果你想些豆有甜味 可以臨尾加糖 用燉的好處是不會煮爛些豆 粒粒分明 煮好之後隔水備用 所有材料都準備好 現在可以開始做了 首先要煮熱些小碗 冷水下 水滾開始計時 蒸10分鐘 不用這麼早準備定個高漿 讓小碗蒸到一半 才煮都未遲 將尖米粉和燉麵 用92毫升的水 把水打開 之後備用 開小火 用142毫升的水 煮溶些糖 之後開大火 煮至大滾 立刻撞入粉漿裏面 攪拌均勻 然後過篩 披走表面的泡 好 小碗已經可以了 在裏面放少許紅豆 趁熱倒入高漿 記得倒之前要先攪勻 倒9分滿就夠了 用大火蒸15分鐘 蒸完後等兩分鐘才好開蓋 蒸完後等兩分鐘才好開蓋 剛剛蒸好的缝仔糕是不好吃的 一定要攤冷 攤冷後 可以用手指或竹籤脫毛 可以冷吃 也可以做熱來吃 一道簡單易做 充滿香港味道的缝仔糕就完成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你也可以按旁邊的小鈴 就會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通知 如果有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你們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回家 我們下午餐 開箱 我們下午餐 開箱 開箱